台湾民眾黨建議黨部 帶著太太陳佩琦 出席民眾黨立委張祺凱 假以服務處接牌儀式 但外界依舊把焦點放在台治光案 柯文哲隔空再槓 蔣萬安 柯文哲再嗆蔣市府更公布卸任前 最後一份公文 直指監視器預算淡輸 實際上為財團勾結議會 榨取國家財產制惡行惡狀 必須公告於是予以遏制 還質疑蔣萬安 為什麼要增加9000萬的預算 不要再胡扯費率 為卸責而說謊 今天你們為什麼要配合廠商 配合廠商全部把它改成三倍感 錯就錯了 你在鬼扯什麼費率是否定 對啊 同樣的費率 為什麼你要過9000萬 這才是問題 主席不要只會發文 不要只會卸責 不要轉移焦點 請把說謊兩個字吞回去 監視器的契約 貪還數量 費率都是柯前市長任內訂定的 為什麼柯前市府任內 訂立專案合約 為什麼3M費率 訂到了2200元 8年內沒有任何作為 副市長李四川也加入戰局 發文嗆說不忍了 指控是柯文哲 8年的末世 才產生今天的結果 不但沒把母約解掉 還在106年把警察局的監視器 全部跟台志光 再訂定一個專案網路紫約 問題不在速率 在於費率 不必問蔣市府 所有答案 都是依照柯市長制定的 監視器案演變成 前後任北市長大戰 前柯市府幕僚 吳靜怡還發現 在傳播這篇臉書的留言 竟然出現大量的網軍 護航柯文哲 帳號IP還顯示在挪威 柯文哲之前臉書都有所謂 阿拉伯人按讚的事件發生 所以當出現所謂挪威的小草 幫柯文哲在網路上護航 大家也都不會意外 前台北市政府 有沒有相關的人員跟局處 涉及關於議價不合理的部分 之後應該也會一起來做調查 我覺得這才是柯文哲 最要擔心的地方 台志光案科獎雙方人馬隔空護槓 戰火斷時間內還沒燒完 影視新聞談卻好正容文 心理嘉義綜合不倒